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刚才我们已经开发了持久层 下面我们继续开发 下面来开发服务层 我们首先编写接口 这地方我们就叫Manual Service 我们就是一个public 因为这个它返回所封装 我们之前已经做好 Decorate Result 我们叫find menu 那么它查询的条件 就是使用这个curry detail就行 OK 这个查询条件 下面我们可以来开发一个实现 那实现 那这个实现我们来开发它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用上注解 就需要有这个框架的基础 那么下面我们来引入持久层 这个持久层就是sense menu的map 引入持久层 下面我们来去开发这个内容 基于它 就是我们就用它的 刚才我们新加的方法 这样就能去返回这个结果 好吧 但是我们要使用到分页 分页 那注意呢 我们这次分页 它很特别 它传的是一个什么呢 那我们通过之前 有去看 它传的是offset 所以我们在用这个分页插件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点 我们要用 叫page 那就是什么 offset的page 那我们通过这个里面去拿到offset 那再去在这个里面 我们去拿到limit 那这是分页 我们来去用上 好 那分页用上之后呢 那下面呢 我们还需要去判断的一个点 那就是这个搜索 你就这个排序的这个点 那么在我们写动态circle的时候 真的有一个sort 就你根据哪个字段来去做这个排序 那在页面上 我们其实也看到 其实我们就是呢 来根据这个菜单的id 所以呢 我们 如果 针对于它 我们来get它的sorted 如果这个内容 它不等于空 它确实呢 不等于空 那么同时呢 我们所拿到的这个字段的内容 它也是一种是不等于这个空 首先它的内容确实不等于这个空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空 并且 如果 首先这个内容确保它不是这个空 然后我们再去比较 我们再来去比较一下 还是来去getsorted equals 还有种空呢 叫这个空 那 同时呢 也不是这个空 既没有这种空 同时呢 也没有这个空 也就是它确实传了一个字段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来去设置一下 设置什么呢 设置我们的这个排序的这个字段 设置一个排序的字段 为谁呢 这个排序的字段 我们设置的点啊 就是 排序的字段 我们设置谁呢 设置menu id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设置啊 puret.set sort 或者是呢 为这个menu id 设置的这个排序 然后整体的返回 那我们基于谁来去做封装呢 基于它来去做这个封装 它这个封装的时候 我们首先需要拿到一个内容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返回结果啊 那么在这个里面啊 我们需要的两个值啊 很重的两个值一个total一个 一个ros 这地方我们怎么去得到呢 我们就通过 page info page info 我们这里发传的就是呢 系统菜单啊 这个info 来留一个page的info啊 然后把谁加进去呢 把我们对应的返回的这个查询的结果集 那我们通过这个内容 就来去得到什么呢 得到这个total啊 get total啊 这个total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所要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它的结果嘛 你的ros啊 你的ros 就你的ros呢 一个是这个 或者说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 他可以去得到它什么 就是它的ros就已经得到了 得到这个内容 好吧 也就是我们这里呢 返回它这个内容 来把这个结果自己做一个返回 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我们的服务层 就可以了 那同时我们要注意一点啊 这地方我们为什么需要单独去设置下这个内容 其实我们页面上啊 那我们来去再去分析一下这个页面啊 那我们在这个页面上 我们之前 有去看到 其实页面上 它所传的这个内容 要注意一下 去叫这个manu id 但是我们数据库啊 我们数据库的manu下滑下id 所以我们是在这里方需要做了一个转换啊 所以这个转换中 我们是设置了一下它 好吧 如果确定在部位空中我们设置 把这个设置为不是那个id 而数据库中的这个id 好 那么针对于服务层的开发 那我们就来